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功夫可以看视频左上方资讯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首先来看掌面宽阔厚重 是有土人的特质 而手指修长 调打手指头尖尖的 那么也是有一种水人的特质 土水结合的掌型 有土人的稳重 也有水人的温和 加上脑线弯曲有弧度 也是富有艺术特质 也是符合水人的特质 只是有一些 指为龙 掌为虎 有一些 虎吞龙的格局 我们古代首相当中 是首相一龙长虎短 也就是手指要稍长一些 那么 有一些虎吞龙的格局 虎吞龙就容易喧宾夺主 主刺难分 大多数是代表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从生命线初期的 一些导门和锁链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是从手指和手掌的形态 手指 中指 见侧面有一颗痣 我们说痣是一藏不一显 藏在侧面 比在出现中间还是要好一些 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伤的中指 中指是代表自身 所以说这个有一些伤了自身的一个 自信心也好 自身的一个 如果是出现在这个无名指的话 就容易伤了另外一半 所以说这个是 包括这个食指 也是食指有一些位置稍低 可以看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看这个掌球和纹度 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个掌球比较饱满的地方 是这个食指根部 训弓 这个也是木星球所在 木星球比较饱满的人一般 这个充满自信和活力 而且呢 这个对于自身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的自我良好 而且呢 再加上这个太阳球饱满的人呢 也是如此啊 这个内心还是充满一些正念力量啊 正能量很足 而且呢 对艺术方面是非常感兴趣 这是两个掌球啊 我们来看这个金星球啊 金星球呢 还算是有一些饱满高龙啊 成年后呢 体质还是不错啊 为什么说成年之后呢 我们从生命线出气到纹路 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呢 那么还是虎口火星球 见一些凹印呢 虎口火星球的凹印呢 包括色泽也是烧黑一些啊 所以整个低火星球 还是不够不够饱满啊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不够饱满的情况 就说明啊 面对一些困难和坎坷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选择逃避 或者是啊 这个没有太多勇气去面对啊 这个有这方面的一些缺点吧 所以说是 那这个月秋呢 还是饱满的 月秋饱满的人 一般想象力丰富 做事创意十足 从这个弯曲的脑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呢 这个富有艺术特质啊 那么从纹路来看呢 三大主线还是深长啊 都非常深长 三材纹得配啊 整体感觉 这个纹路格局还是不错的 只是呢 细看纹路还是有一些 这个问题啊 特别是生命线初期啊 有一些 有个大的导纹啊 这个说明呢 在童年时期呢 有过生病住院的经历啊 体质偏弱一些啊 成年之后呢 生命线加深啊 体质逐渐增强啊 那么在分离处啊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啊 建大导纹啊 这个是 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啊 就是这个脑线为人文嘛 这么生命线为地文嘛 地文是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啊 那么脑线为人文 代表自己啊 在分离处呢 就是脱离原生家庭 即将独立的阶段呢 出现这个导纹啊 这个是出入社会 或者是脱离原生家庭 进入高校校园的时候啊 容易学业 产生这个学业压力啊 学业受限 或者是 这个刚入职场的时候啊 出现一些 这个困难和阻碍 那 但是有一些不适应 这个导纹呢 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啊 基本上到了20 20到22岁左右啊 那么这个阶段 只要我们生命线就恢复常态啊 这个也伴随着细小的上升线啊 这个是细小的上升线 一个是代表运势的提升 同时呢 也代表 个人在这个阶段时 勤奋努力 奋发向上啊 这个事业心态是比较强的啊 从这个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逐渐的适应社会 能力也提升 同时刚才讲的掌丘 忘记讲一点啊 这是正才卫啊 正才卫 饱满开阔的人一般呢 正才本职工作不错啊 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的 那么讲一下这个在感情方面啊 这个感情线啊 这个阶段 建一个大导纹啊 这个大导纹呢 容易影响到感情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这也是一种啊 主线出现在 主线的主线出现的导纹啊 就代表该主线的能量减弱啊 所以说在感情方面能量减弱 容易有一些烂桃花侵扰啊 那么同时呢 从脑线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脑线出现分叉 大分叉啊 那么这个大分叉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脑线是人纹啊 人纹出现大分叉 我们说这个纹路如人生路啊 纹路出现分叉口 代表人生方向 人生运势的一种彻底的改变啊 这个方向的一种抉择 那么同时呢 我们注意到亲密关系 也是一种啊 如这个单身和这个两个人的生活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 在感情线出现导纹呢 啊 就是容易犯情伤啊 这个吃过爱情的苦啊 也体验过爱情的甜蜜啊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人生路的一种选择啊 可以反映出来啊 就是说他遭遇过情伤之后 人生就出现一种分叉路啊 这个是一种两种彻底的 人生 人生路的一种改变呢 这个跟遭遇情伤也有关系啊 就是反映在这一点呢 结合这两点看是如此啊 这感情线的状态呢 到后期呢 慢慢的收拢啊 慢慢的收拢啊 没有出现这么大一个导纹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是慢慢的逐渐的稳定啊 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感情线呢 也要看他的这个尾端啊 尾端呢 如果是侵入到财工啊 就容易因为感情而漏财啊 特别对特别对男性来讲啊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 比较常见的一种啊 感情线侵入到尾端 侵入到这个财工啊 尾端侵入财工 那么在事业方面还是表现不错啊 事业方面呢 事业线还是很深长 很深长 并且呢 冲破了这个感情线 这个过了两道关口 一个是学识观 能力观啊 一个是感情观啊 情观啊 所以说在感情方面的 在事业方面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冲破天文 冲破天文 事业格局不小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个 结婚线也出现分叉 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感情的分离之苦 这个 从这个导文啊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这是事业啊 感情啊 事业啊 包括财运 我们来了解一下 财运方面呢 其实刚才讲的正财位 还是不错的啊 正财本职工作 有一些啊 有有这个 饱满开阔的话 一般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 并且事业线呢 也是很强劲啊 能够这个冲破天文 冲破天文感情线 那么财运方面和事业方面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 事业好 财运自然不会差 只是我们说 这个有一些 人无横财不负 人无偏财啊 有一些 横财也是属于偏财的一种啊 偏财呢 其实主要是看这个 财运线和这个 钱财文啊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还是表现偏弱一些 主要是集中在正财啊 偏财方面还是偏弱一些 这是整个的首相的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